每年5月份开征房屋税是台东县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 许多民众对于税额的计算并不清楚 台东县税务局长李肃勤除了说明计算方式外 也提醒民众税单已经陆续寄出 如果没有收到或是遗失 可以亲自洽询税务局或是透过超商、网上等方式 办理补发和缴款 5月份除了要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之外 还必须缴纳房屋税 许多民众对于税额的计算方式不太清楚 税务局长李肃勤也特别向民众来说明 紧接着使用派照税之后 5月份就是我们房屋税开征的期间 今年的房屋税开征的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 一样的你每超过三天就会加征1%的自纳金 所以我们税务局已经陆陆续续在这个礼拜祭出 今年的房屋税的税单 那也有一些好朋友在关注自己房屋税的税额 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 在这边税务局简单的做一些说明 第一个房屋税会按照你使用情形来做不同税率的开征 比如说最高的是营业用3% 自住的最低是1.2% 其中还有一些是1.5跟2% 那这个使用情形不是按照整年计算是按月份计算 那开征的期间现在你收到的税单是从去年111年的7月1号到今年112年的6月30号 所以大家拿到房屋税单可以看到我们税单里面会有一些详细的明细 你也可以来做一些核对 如果你这个期间从去年的7月1号到今年6月30号 你的使用面积使用情形都没有变动 原则上税额是会减少因为房屋会折旧 但期间你如果有营业有出租 乃至于给人家一些社团做一个社团的一个登记的场所 就会变更或增加你的一些税额 那详细的情形收到税单可以请我们的乡亲朋友请事先仔细的比对 房屋税的税单已在本月底陆续寄出 民众可利用多元的缴纳方式来进行缴款 那我们缴税的方式非常多元跟方便 3万元以下都可以到各大四大超商缴税 那开征期间税务局中午也不打烊 所有的支付工具都可以在我们税务局代收税款的柜台来使用 那其次我们最近这几年在推约定转账的部分 各位好朋友我们的房子都会使用相当的年份 可以善用约定账户的转账 您非常方便不会忘记什么时间缴税 也会在最后一天才从你约定的账户里面扣款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缴税的管道 房屋税开征期再次提醒大家请准时缴纳 税务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没有收到或是遗失税单 可亲自洽询税务局或透过超商上网等方式来进行补发和缴款 记得潘君伟台东市报道